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9日 今天这期视频啊 咱们继续来吃瓜 吃一个娱乐圈的大瓜 王力宏离婚案 这个离婚的连续剧啊 今天又有了第二回合续集来了 而且事情发生了反转 180度大反转 所以苏生呢 可能会继续追踪 跟踪这个王力宏的离婚案啊 说不定明天又会出另外一个版本 根本不聊这个国民党的四大公投 输的底库都没有了 你要有什么用呢 你国民党百年乱党 你就是躺地下的命啊 灭亡的命啊 所以还不如聊一下这个娱乐圈 从这个是可以看出来 台湾的娱乐圈啊 蓝蓝女女啊 真的没一个好东西啊 难道女仓啊 那么我们都知道12月17日 王力宏被前妻李敬磊曝光 男女关系混乱 而且私底下三官呢 是颠覆啊 那么这个爆料呢 一时激起千层浪 但是王力宏选择沉默示金 一直没有发言 但是今天呢 王力宏的爸爸和王力宏都是亲自上场了 亲自澄清了 很少在这个媒体露面的王力宏爸爸 王大中啊 亲自写了一个亲礼信 就是这个信啊 他说李敬磊就是王力宏的前妻 当年就是靠怀孕成功上位的 就是一个心机表 言下之意 而且呢 透露 两个人早已经分居 已经协议离婚两年了 也签字了 更否定 王力宏分居期间 这个 结婚期间有出轨 那么李敬磊呢 也是发文 回应 说王爸爸年纪这么大了 还为了一个45岁的儿子 说了这么多谎 不心疼吗 他反驳说王力宏 使得他怀孕的 就是两个人搞的时候 没有戴套 意外发生的 怀孕的 怀孕怎么办呢 王力宏当时提出 两个选择 二选一 要么结婚 要么 就是 李敬磊偷偷的生下来孩子 然后偷偷的养 最后呢 王力宏自愿选择组建家庭 并不是他逼宫的 然后李敬磊的要求 王力宏 今天 12月19日下午3点前公开盗窃 否则会立刻寻求法律途径 对王力宏和王力宏爸爸王大宗提出诽谤 这个上诉 那么王力宏呢 王力宏也是不跟失误 王力宏马上在今天晚上发了一个长文 公开的回应了 回应 没有对他们两人之间的婚姻不忠 而且他否认与李敬磊在一起时 女方还未成年 就说已经成年了 而且说呢 李敬磊怀孕以后 曾经威胁他逼婚 他 王力宏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当天啊 这个李敬磊特别激动 说如果今天不跟我结婚 我会消失改名 肚子里的孩子 你一辈子都看不到 你别想找我 你会永远找不到我 王力宏还说 这一段话在2016年的一次婚姻顾问讨论中 有录音作证 我的妈呀 现在那个录音作证都有了 人证物证都有了 那么王力宏当时他说呢 非常害怕 为了永远不想 永远见不到孩子 所以呢他立马和这个李敬磊 在纽约登记结婚了 当天就结婚了 而且他透露李敬磊呀 并不是一毛钱不要的 那两个人都有这个财产分割的 这个合同的 大概李敬磊呢 好像是分到了1.6亿的这个财产了 好像是美国纽约的一套房子 还有这个家居啊 还有这个保姆啊 一应俱全 就说以后啊 生活不愁了 那么王力宏呢 就是暗示啊 这个李敬磊呀 有可能你就是一个星期表 你就是靠这个逼婚上位的 成为我老婆 然后呢 离婚以后 夺取了我的财产 而且王力宏啊 还把这个两个人的婚姻 上升到了抗日 竟然曝光李敬磊的本名叫西村美智子啊 这个我都没有料到啊 这个人原名叫 Michiko 我知道台湾有一些娱乐圈的明星 他就是台日混血或者是日本人啊 在台湾发展的 我没想到 王力宏老婆李敬磊竟然是日本人啊 是一个日台混血啊 名叫西村美智子 就属于台北道明外桥学校 那么有很多网友啊 包括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李敬磊的底细啊 不查不知道啊 我吓一跳啊 李敬磊学历是假的 以前王力宏跟他结婚的时候 把他包装成为哥大才女 哥伦比亚才女李敬磊 是假的 他根本就没有在 哥大上过学啊 只不过啊 这个交一点学费 去上了一年课程 挂靠的 然后把他包装成为哥大学霸 学霸而真正的李敬磊 已经被人冒名顶替了 啊 所以今天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 王力宏和他老婆这个事情啊 呃 撕逼啊 王力宏爸爸和他老婆的撕逼啊 他媳妇的撕逼啊 让我真的是三观尽悔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啊 娱乐圈的明星 竟然是肮脏到这个程度 现在我都被搞混了 到底是李敬磊 就是这个日本人啊 他靠怀孕上位啊 这个星期表绿场表上位 还是王力宏是一个扎兰啊 表面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陈勤兰啊 一个学霸啊 听说是伯克利音乐学的学子吧 啊 陈勤兰啊 顾佳兰 而且每个人两个人长期以来结婚以后 疯狂的互动啊 拍一些很多啊 这个亲亲密密啊 这个你请我愿 甜甜蜜蜜的视频 影响观众 结果呢 到最后两个人撕逼 我真的没有看懂啊 到底哪个人说的是真的 那么我分析一下 两个人说的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就说有可能啊 这个女权主义者啊 听了可能不大满意 就说我现在怀疑 王力宏的同时 也怀疑他老婆李敬磊 就是这个日本人 因为娱乐圈没有一个好东西嘛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两个人说法各取一半 咱们折中 最后我分析出来 两个人确实 男女 这两个人啊 都不很好 这个李敬磊啊 应该是跟王力宏交往期间 应该是有想法的 想靠这个王力宏上位 因为他自己 既没学历也没钱嘛 也混的不好嘛 混娱乐圈 我不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不排除 他想靠王力宏上位 两个人搞的时候 没有戴套啊 最后不小心怀孕了啊 然后呢他就想 拿这个事要挟王力宏 王力宏害怕的情况下 跟他结婚了 没想到结婚以后 失婚以后发现 这个人根本就跟交往时候 性情完全不一样 所以王力宏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然后呢 两个人离婚了 然后现在李敬磊了 希望拿到一笔财产 分王力宏的一些财产 王力宏呢 可能也不愿意分 自己赚的钱 为什么给别人啊 所以两个人撕逼就发生了 王力宏呢 我觉得他的私生活应该也不是非常单纯的 不排除 他的男女关系比较混乱 但是这个是人家的家世啊 是一个道德范围啊 也不犯法 所以王力宏现在呢 已经 付出了代价 就是他的事业基本上已经 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已经毁掉了 我不知道他在台湾能不能够付出啊 我不知道台湾人 这个柔软度能不能有这么高 至少 这小猪罗志祥 被他大陆女友曝光以后 他在台湾想付出 大概现在也是过得不咋的嘛 这个流量啊 跟以前 跟他拍周星驰电影 那个期间也不是很 感觉不能比 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他在大陆发展的时候 是天 在台湾这里是地 永远不能翻身的 那么王力宏呢 我觉得他在台湾以后 我估计下场啊 跟这个 小猪一样了 但是如果王力宏能够拿出证据来 反驳他老婆李静蕾的话 那么就能够扭转形象 所以这个任务啊 我觉得还得 咱们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说不定明天后天 事情又反转了 我看他老婆李静蕾的这个面相啊 最少我不大相信这个女人 王力宏的面相呢 我觉得比较忠实的 可能我看错他了 但是咱们先不要下结论 等明天后天事态的发展 苏珍我一定会继续跟踪这两个人的 太好玩了 真的 好长时间没有碰到这么好玩的事情了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呢 咱们就砍到这里 感兴趣网友呢 可以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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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